《殺破狼》這個電影主要是 很想搞一個時裝的動作片 關於警察 我們香港很多警察的電影 關於警匪的電影 但真正有好動作在裏面的 比較少 所以就嘗試搞一個類似這樣的 將有戲劇和動作部分加起來的警匪片 很想最初的概念就是來自拍一部動作片 但究竟用什麼去結合呢 選擇了用警匪 我們香港很多警匪片 但是裏面加入一些動作式的元素就比較少 最後決定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將一些戲劇部分的警匪片和真正動作片 看看結合 所以有了這個想法 其實SPL代表 中國有一個星相學 其實代表三顆星 S是殺破狼 中文就是 殺就是七殺星 破軍星和貪狼星 在那個 因為那個星相學的術數 中國的術數 就是講三顆星 每顆星有它的性格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殺破狼這個命局 其實將每個人和每個人產生的關係 可以有很大的變化 可以很好 可以很醜惡 我挺適合在這部戲裏面 代表這部戲 每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好人也會做壞事 壞人也會有它善良的一面 打下去 它變態 你看不到它 到底看到它的樣子 一扔就接它鬆鬆地 這樣掉下水 跟Donnie Yen合作是挺開心的 她自己本身那份衝勁 會令到我對戲劇上我都有一些看法 在她身上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亦都大家去 很想去嘗試一些所謂新的東西 在很多檢肥片沒有產生過的效果 我們又想嘗試一下 再加上她除了做演員之外 在一部戲做動作指導 我也會在她學到更多動作片的處理 我覺得很開心 好 和Donnie合作 我怎樣把我的文氣放在她身上 其實我都會 當我知道和她合作的時候 我以前也有看她的戲 我會覺得她應該要寫一個很適合去做的 很適合去演的一個角色 她在內心世界那裡會多一點 她會做很多反應 做很多遭遇給她 她雖然是比較沉默的角色 但是她的心理同樣要複雜 但是她所需要的情緒的反應就是來自她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就會比較容易把她的戲 本身她以前演戲的感覺會帶出來 所以她生氣的時候就會去打人 我把她最擅長的動作 我把我的戲劇放在前面 直到她最生氣的時候 她就會用她的動作去解決她的問題 所以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和三毛大哥合作 首先覺得很開心 很榮幸 自己小時候都很喜歡看她的動作戲 初初都會有些擔心 自己心理上有些壓力 但是大哥真的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他也會在很多戲劇上都有提到我 我覺得再加上 當Danny和大哥去拍打那場 我又會在他身上去學習很多東西 真是大哥 真的很好 就是過往大哥做很多好人的角色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在香港作為演員挑戰性 我相信我嘗試給她一個反派的壞人去做 但是我一直在劇本上都認為 所謂正派和反派的分別就是 看你她對著身邊的是什麼人 如果警察對於反派來說她就是壞人 所謂正反中 如果我是壞人 我覺得警察就是反派的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她自己良心的一面 至於熊金寶這個角色 她對家庭的關係就是一個好人 對她的老婆 對她的小孩是一個好人 但她對於社會上可能是一個壞人 我覺得是看你站在哪個角度去看她 在結尾那裡 當熊金寶知道自己的妻兒跌死了之後 甚至乎是她令到這件事發生 她的反應是 我會解釋了一場戲給她聽 鏡頭是怎麼擺 她會做給我看 做完之後她會問 行不行 夠不夠 但是一次還可以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 能夠和熊金寶大哥合作 始終都是 她很少 我都很留在她身上 譬如她在演繹一些角色的時候 或者她在動作場面的時候 因為我在她身上會拿到很多經驗 因為拍戲始終是來自很多經驗 在現場的想法 尤其是我們香港的電影比較 靈活性在現場去發揮很多很細緻的東西 有一場她提供了給她在監倉裏面 她捉著阿智瑤的手指 那些是她會想到 我不如這樣做好嗎 甚至她捏著她不停跳 不停跳 她會想到很多變化給我去選擇 會令到我學到很多東西 和Simon合作會更開心 因為自己之前和她拍過戲 她是一個比較 很多和導演交流的一個演員 她亦都對戲劇很熟 所以我在她身上擺了很多民氣感情戲 我覺得她處理得很好 而且她經常要求需要打 但是我覺得在她的角色部分 就在內心戲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我覺得Simon 她一直給人的感覺 也是她可以逆正逆邪的感覺 也都是很有氣味 我覺得她在外形上 不論在外形上 和她自己對戲劇的演繹 她都已經很有把握 所以我覺得我找她做這個角色是最適合的 這場是甚麼 這場是死人 和韓京合作是因為她主要演出 是比較動作的部分 首先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 五個武術冠軍 她的功夫自然的底子相當好 至於拍戲和Donny打的時候 就會很流暢 大家兩個熱愛武術的人 在說很多話 其實她們說很多話 有時候我都不會明白 因為我們本身不是沒有打人 但是她們很勤力 我覺得她們很勤力 在未開鏡之前她都找了我很多次 去討論她的角色 雖然她知道在文氣上她不多 只不過是一個殺手 但是她很想了解這個殺手的心態 究竟是怎樣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勤力的演員 甚至乎有一場 我們很早去看景 她要跳過一個龍門架 她要回去練 自己回去練 不理她了 就是告訴她 你要做這個動作 要一個鏡頭去做 不是用替身 也不會鋪在地上 鋪什麼給她 因為要看到地上 就需要她自己去練 最後她都自己做到 我覺得是很專業 根據劇本 首先劇本在這一群人裏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我會選 最主要我很想選一些在戲劇上 演戲上 演到內心戲 我們香港很多演員 但是也都要選一些有質素的 去做這一部戲 自縮、自搖 裏面有些年輕一點 有些有氣味一點 因應她的角色而定 在我過去的經驗中 她們幾位都很適合她做這一部戲 其中這一位 Danny Summer 其實她本身是一位歌手 而在她的角色裡 她是一個和自己的女兒的關係 分開了 很小的時候她不要和她的老婆離婚 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花花公子 其實是在境界裡的一個花花公子 但是到她現在成長了之後 她會覺得很後悔 將自己的家庭破壞了 我覺得很適合她做 因為給我印象 合同樂隊的人都是這樣 這個年輕人就是代表了 在電影裡代表了一個 跟家裡的關係 不是不好的 但是她要出來謀生 她家人是巴西 她本身真的是家人是巴西 我是拿去真正自己本身的故事 我聽到之後 我覺得挺有趣 很多人生活都是自己離鄉別井 她的生活 至於智叔是一個比較暴力 就是火爆一點點的警察 但是她的問題是來自和她父親的關係 她很想家庭關係很好 可惜最後她甚至乎 常常問她老爸什麼時候死 到最後她都會 到她知道老爸死的一刻 她反而才覺得有點傷感 整部戲有不同的父子的關係 在裡面 有些會覺得是遺憾 有些會覺得自己還有時間去補償 但是到最後都是 原來時間很重要 要珍惜把握的父親 家庭關係的時間 其實有限 有一場戲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整部戲都會圍繞父子的關係 是有一場戲 想了但是沒有拍 沒有擺上去 其實就是不經的角色 其實不經和洪金寶的關係 就是等同父子的關係 我們想了一場戲 是不經小時候 和洪金寶怎樣 會把修養她 變成殺手 很可惜那場戲 設計好之後 覺得擺不到任何一個位置 如果我擺得很後 跟我的戲劇推進就會無關 我擺了很前 但是前面的戲也不是說他們 所以我其實不停都還在想 有什麼方法 在劇本上 將來會放進去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想每個角色都有這個關係 現在唯獨是不經這個角色 我們想了但是 正如 導演剪輯和真正的剪輯是有分別 所以我甚至乎是沒有拍 我已經剪輯了 剪輯了先 沒有拍 因為過往香港很多戲 我覺得拍得不夠準 作為拍一部動作片 如果拍有殺手的戲 有警察的戲 我覺得可以去得盡一點 我覺得還沒有夠多 我覺得還沒有夠多 應該可以更多一點 是一種可能是個發洩來的 如果要殺人 兩種方法是一種很靜態很沉默的 吃一顆丸就死 另一種就是 好像野獸一樣 因為殺破狼 其實那些角色 其實印著我 我自己怎樣去想 他們去做什麼 其實我當他們是野獸 每個人都是一個動物野獸 當他要保護自己的時候 他就要瘦性大發 所以血是少不免的 要流 那套戲本身的意思是 為什麼會有句上天是很公平 做錯事一定會有後果 這個是 可能一直是中國人的 傳統的思想都是這樣 叫人不要做壞事 所以就算 若然未報時辰未到 我們很中國人會有很多 這些基本的傳統想法 如果你做了壞事一定會有報應 不過遲還是早 所以我把這種思想放在電影裡 我覺得是一個正面的 始終看完電影 帶給觀眾的訊息都是 都是不要做壞事 在多倫多那個影展 放了薩波郎自己的電影上去 當初拍的時候都沒有想過 是否可以參加影展 是否可以去哪裏 直到那個反應 當晚的反應非常好的時候 我才覺得原來電影原來真是 就是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他感受到那份 就是我們拍的誠懇 的認真 同樣他會感受到 戲裡面那個角色的遭遇 依然會歡喜